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制圖的部分 新制圖的部分其實 它比較特別 一般我會比較用在剛開始的構想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 處理一件事情 我們不管說是公務員或是你私人的都OK 你在 一定會先思考一下 一個情況發生的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你有一個任務 接到任務的 這只是好像我們做文題目一樣有一個主題 那是不是開始要想有什麼事情有什麼事情要做對不對 你要去規劃那麼 它也可以像我們這樣 像這樣用 你可以把它插入圖片啊 這樣來用 你看我們在這裡 平常我的做 我是這樣做啦 我會想很多啊 所以晚上都不好睡覺啊 開玩笑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只是按你休息或者你坐公車的時候啊對不對 好我開車停在紅綠燈 開車途間當然不能亂想 但是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除了平常我們最常見的是大家用紙的方式把它記下來 有些人現在 比較進步用平板嘛 反正你也可以當筆記本記下來 可是 很多時候我們用這樣記下來 比較麻煩是 這些資訊都 散落在各地 而且你要整合不方便 比如說我有增加或減少 那是不是你就 比較看不出來 像我在那個 像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就有弄很多有沒有 就會想很多的主題 像這樣子 很多方式可以呈現 那麼 我給各位看一下我在這裡的手稿 我看一下這個檔案應該可以開 好可以開 像這個 這個主題其實我當初是去哪裡 去那個 去明治科大 在新莊 好明治科大去那邊講 那因為要坐高鐵因為晚上的課 我就在高鐵上慢慢想 也沒有很慢啦 因為一個小時就到了 所以我 也是一樣 我現在紙上先畫一畫 我這個主題 我要講新日圖 我要講什麼 我是 平常各位應該也會這樣畫吧 對不對 每個人畫的方法不同 你看得懂就好了 反正草稿就是不要給人家看得懂的 但是自己要看得懂 我就會想 我要講新日圖要講到什麼啊 對不對 先想好 可是你看紙本就是有這個缺點 只不夠寫啦 那我就要往下延伸啦 再往下延伸啦 對不對 但是這樣還是有個缺點 等你真正到最後要整理起來的時候 其實還是不太夠 就是 不好整理 對不對 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利用新日圖 新日圖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則就是什麼 他就是有一個中心思想 所以你看我開一個新的 我這邊開個新的 他現在這個版本都會給你範本 好像我們簡報一樣有沒有 好 像這個專案計劃啦 專案報告啦 還有什麼 SWAP的分析啊 這個應該各位也常看到吧 SWAP的分析 他都有一些內定的範本給你 當然這絕對不是說 SWAP就要用這樣 這只是他 給你一個Sample而已 好你可以隨時去看 像組織圖 像報表 對不對 會議 像這種叫做余古圖 這個也是余古圖 組織圖有沒有 可以用很多方式呈現 那 我們假設 最簡單的就是用空白的 就是中 中心主題 所以 有一個人有唱一首歌啊 普學亮啊 普學亮啊 孔子的中心主題 四個人 其實事實上就是你先有一個任務嘛 對不對 你有一個 主題來了 比如說我現在是 水利署戰課 影像處理好了 有一個 那麼 影像處理要講些什麼東西 我可能就要想 我們有提到Photocab 對不對 好 我就可以來這邊 這裡 你看了你可以按右鍵也可以 也可以按鍵盤的快速鍵 上面這邊呢 這裡就有分 我用按右鍵就好了 你比較容易看 插入 分支主題有沒有 分支的 我就有想到 我要上Photocab 好 這樣一個 那我就再往下 預設的話 它的 新制圖的方法就是這種 順時針的 這個可以改 好 你看我點到這邊 你看右手邊 這個呢 新制圖架構這裡 有沒有 它有很多種 對不對 你要樹狀的 要哪一種都可以 它不是說 永遠都固定喔 比如說你這一層用樹狀的 下一層 我就用什麼 用這個環狀的 也就它很有彈性的 很有彈性的 新制圖這種軟體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彈性 因為思考本來就是天馬行空 對不對 你說我一定要這樣這樣這樣做的話 對很多人來講就不方便 好 那 我在這邊 比如說你如果想要用主制圖的 我就把它變組織圖 這邊有沒有就變組織圖了 比你用那個Word裡面那個插入 那個組織圖好用啦 你用那種方式的 你要改 以後要改很難改 喔 而且呢 這邊 你看我可能又想到什麼 Google的 有沒有我們今天 Google的 圖片搜尋 對不對 我又又想到的 好 那 當然你可以再繼續下去 可是 我講Potocab 裡面可能還有其他內容 對不對 我就可以再插入什麼 下一層的主題 分支圖 就再繼續往下 那下一層的呢 你不見得要用組織圖 因為 組織圖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會變很寬 所以這個時候 通常我就會選擇 啊這裡 我就改用什麼 用橫的 數狀圖 對吧 所以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用不一樣的 那當然文字大小都可以改 可以像這樣子 那 如果說像這裡 比如說你看這邊 我就用比較多 對不對 在這裡 就用了很多 事實上有些時候我們講的某些主題 也會有相關 怎麼叫有相關 你看這裡 我看我這裡 這邊剛好都沒有用 好 你看喔 如果說我現在講的這個 比如說 那個 叫做什麼 照片的 裁切好了 好 照片裁切這個主題 可能跟我什麼 跟我們 這裡有一個好照片 我們沒有介紹 對不對 沒關係 好 我可能這個主題 跟他是有相關的 我就可以用關聯 你看上面 這裡 有沒有加上關聯鍵 我就可以拉過來 這跟他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想 不是那種 直線性 對不對 這個就跟他有關 兩個可以一起講的 只是我暫時先歸納在這裡 那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在 打上他的說明 你也可以 或者離開 有沒有這樣就有關聯了 對不對 然後呢 請問 你在思考這些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是不是需要 放照片 有時候放 參考文件 比如說我講到 Photocap 我要幫各位準備一下軟體 對不對 我可以把它做超連結 也可以怎麼樣 連結到他的網站 也可以把我的附件 比如說 各位在做這個 報告的時候 可能好幾個附件喔 那我們可以像這樣 你看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一個回文針 對不對 如果你點到這個fotocap 好我就要幫他加一個什麼 幫他加一個文字 好比如說這個進來 開啟 這個時候他就多一個這個文件進來 如果你是要照片的也可以 我們剛剛有沒有用剪貼布 那個 Photocap有沒有 不是啊那個pickpick 不是有抓一些畫面嗎 對不對 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喔 你看喔 來這邊 假設我是要貼圖片的話 我直接用 我剛剛那個小軟體好了喔 這裡 點進來 我已經複製好了 在這邊 貼上 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沒錯吧 嘿 所以其實新制圖裡面不是說只有文字 因為有些時候我需要 圖片的補充 甚至是什麼 檔案的補充 因為 不是所有東西都放在裡面嘛 我就 你過去 大家整理好了 我就可以看過去 比如說你要看一些計劃的綱要啊什麼就整理起來 好那 整理好了之後 有些的 可能自我參考的網站 比如說好照片 我想要連到網站上 是不是有網址 可是網址有時候 又臭又長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叫做超連結 這裡 你就可以在裡面加超連結 在這邊加超連結 所以 這個整理起來 自己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 你從頭思考過 你會最清楚 到底這整個事件 該怎麼處理 那個來龍去脈 你會讓自己的思考 所謂的 更 更緊密一點 因為你有認真思考過 而不是人家 就 這樣講 你就那樣做 所以 你看 他可以像這樣 也可以直接連結檔案 也可以連結到主題 我們在 簡報裡面 好像 就像網頁上那個超連結一樣 我現在很單純 你只有一頁 你看喔 可是我現在做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在下面這裡 我再放大一點 有沒有發現我下面好像我們Excel一樣 這裡有 不同的分頁 有沒有 對不對 在下面不是有不同的分頁嗎 有時候會需要這樣子啊 因為我想的東西有可能一個兩個三個四個越想越多 其實老實講我現在用這種方式做我發現有一個最大好處是 我常常會準備比較多 然後我自己收穫最大 因為我多準備了 雖然有些時候沒有講 反正有個備胎嘛 對不對 這裡沒有講我拿到別的地方也可以講 而且 很大好處是這些東西如果你整理好了我可被copy貼上 可以的 我如果有想到這些或者我想到這些啊 以後這裡 到哪邊還可以再用我就可以copy起來我就拿到這邊 Ctrl加C的 拿到這裡貼上 有沒有就通通都過來了 對不對 那你只要把那個格式設定好就好 然後他在移動上我先把它調整一下 我把這個 抱歉單忽一點點時間 假設我用這樣 他在 調整那個順序也很好用 因為你只要按著上下 有沒有就可以調 新制圖就是要靈活 你拿到別人也是一樣啊 有沒有 放開就變他的 就變他的 當然你用複製貼上都可以 好像這樣 那如果你要增加一頁就是叫做他在這裡有一個叫做增加分頁 分頁就是我們講像以色列那個標籤那個 叫做工作表 以色列叫工作表 你可以在下面說第2頁第3頁第4頁 這樣一直下去 所以 你可以回到我這邊來看 我的第1頁的時候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那我這裡有一個 好像超連結一樣的喔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好像超連結一樣 對不對 我按下去呢 就可以跳到那個主題 是不是就跳過來了 所以你可以超連結 可以連結某一個檔案 也可以 直接跳到不同的頁面 不同的主題上 這樣我們在使用上 你也可以直接拿來做簡報 都OK 好 這樣 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呢 最後 剩下一個問題 一定要介紹的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思考過程裡面 一定有時候會 三三解減對不對 所以 跟 雲端 Google的硬碟有很大關係 只要是雲端的 不只是同步 他還會做所謂的編輯歷程 你看喔 你看這裡 右手邊 這個 我什麼時候改變過 這裡 都有記錄 所以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比如說我現在做好了 我現在調整過了 才發現 剛剛那個做錯了 你可以隨時回到這裡 回到這邊 那我們在雲端的 Office2010以後 2010以後也是這樣子 好那Google的那個雲端硬碟也都一樣 就是你有編輯過了 他會幫你保留那個歷程 所以呢你隨時 萬一做錯了 你可以回 回到 舊的那個版本去 隨時可以看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的話 在這裡 你可以先打開 你就知道說以前 你看下面 我告訴你現在看哪一個版本 有沒有 你看到最早的版本 是這樣 然後再改 再做改變 這樣了解吧 如果真的要的就回到那邊去就好 好所以 這跟雲端是有關係的 只是這個是存在 本身 你自己本身 檔案 Local端的 沒有上雲端 你了解 所以可能我們今天 時間 不大夠 我只能站到這邊 這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沒關係啦 你可以先到我 YouTube上面看一看 不然的話 我們也有提供那個 售後服務 好吧 我的那個 聯絡電話 Email反正都在上面 簡報裡面都有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 我們可以再討論 可能你的問題 也有可能就是 以後我的問題 好吧 謝謝大家 謝謝 像這如果做好直接就在這裡呈現嗎 可以啊 他 不過 如果你要用他的簡報 這個是付費的 這是付費 不過說真的啊 用他簡報 但是沒有那麼方便 我自己會覺得 使用上反而沒有那麼方便 他可以簡報 他如果這樣簡報 像列印出來的話 也可以 也可以分頁還是說 會不會這樣 很大一張 如果你考慮比較多的話 他有兩種方式 如果你是免費版本 原則上就輸出圖片 只能用圖片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設像我剛剛那個 思考的很多的 那麼 如果你是印在A4上 就會比較小 所以你可能就是 變圖片之後 你在 就是 可能要 印在A3 或B4上 會比較好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抓 抓螢幕上的畫面 這樣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付費的 像我現在用付費 他有一個功能 就是我可以直接 存成PDF 那PDF的部分 你看到我在這邊 我把它匯出 你匯出的時候 你匯出的時候 如果我用的是PDF的 這個圖面 那我匯出的時候 他可以讓我選擇解析度 跟紙當大小 那我如果用這樣的話 然後就是 像你剛剛講的 我今天比較大 我用A3的 那麼以後 我在印的時候 就是 就是 變成分割力 付費的功能 他付費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 年費的 然後一個就是 類似像買斷的 斷的 不過軟體都不貴啦 老實講都不貴 可是一千多塊就拒絕了 所以 像你那個檔案 總管那個你是用 之前是用 IDE MDIE 對 我現在改用 3Commandor 或者是用QDreador 這個 因為 MDIE後來 就是 它有個缺點 我的最愛那個地方 會 綁在那個 裡面 你變成換另外一台電腦 它帶不走 所以後來我就用這兩個 你用那個什麼 用這個也不錯啊 QDreador也不錯啊 因為這個都是免安裝的 像 我看你裡面放了兩個 對 通常就是會有兩個 我看一下好了 我變成 我比較喜歡變成一個畫面 然後搭配那個 搭配這樣 可是我可以有標籤 比如說我現在這裡一個對不對 我再增加一個 它可以加標籤 我看一下 檢視額外 應該還有 我平常會用兩個 你兩個都會用 對 這樣 但是我會把它合在一個 太短 你也太短嗎 非常可惜 來個前面他 我說沒關係 這個我自己在 在摸摸看 它那個可以換 另外有一個就是那個 捷徑 捷徑 就是 末路的捷徑 如果是 你用Windows 7 還是 XP XP 如果它別是你介紹的那個 那個是一個方法 譬如說 可是如果你現在 假設你是 Windows 7以後 檔案 它叫檔案櫃 檔案櫃的功能就是 捷徑了 就不再是像我以前我的文件夾 比如說我就是 布丁放在西草的那 你雖然可以改 比如說改到D草 可是所有的都改到D草對不對 就是 譬如說我資料夾有一個 按右鍵的捷徑 那個我現在就比較少用 沒有用了 因為Windows 7之後它的檔案櫃就有類似的功能 所以 後來我就不用 謝謝 老師你 再等你一份完整的 喔你說那個軟體的部分 好 而且你要用紅色的那顏 因為這個要 扣起來有點過關 這個 他們說的 真的喔 我的這個是 這台比較不好用 都抓不到 呵呵呵 不然你調一份完整的給我 就後來就說 好啊 OK啊 因為有的軟體老師 老師沒放在上面 其實我都有放在 喔 那個 Sky轉上 對對對 這邊 放的比較少 因為我想說這樣要分享 要一些時間 要一些時間 對對對 這樣比較好玩 齁 是 太 более 休息一下 謝謝 OK 謝謝 謝謝 спасибо 謝謝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